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 这句口号从2013年一直喊到了今天 我走过了古丝绸之路 基本上所有的国家 要知道在1800年前 古丝绸之路 就是从现在中原地带 就开始向西走 东汉时期班超 就曾经被派到西域去 维护西域地区的安定 接下来我就简短地来说一说 我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建文 首先我来到巴基斯坦的坦克希拉 我们知道玄奘曲经 实际上它最终来到的是 坦克希拉这个地方 这些佛像身上穿的这些衣服 都是来自中国的丝绸 这点让我非常感慨 我一直认为丝绸之路 传递的就是中国人的一种 优雅的生活方式 在阿富汗地区 中国原建了很多希望小学 在伊朗 依然是有很多 伊朗的大学生 他们特别地希望学习中文 伊拉克很有意思 我在伊拉克看到了 比较奇特的售卖方式 他们用着像这样推车的方式 在卖着中国的衣服 因为他们认为中国 是什么都可以生产的 同时来自中国的各种电器 比如说像电兵箱 空调 他们也会在市场上 像集市一样地去卖 说起这个叙利亚呢 因为战后呢是百费代新了 所以有很多的这种 这些店铺 我们完全都已经被炸毁了 但尽管如此呢 这些商人们呢 还在这个被炸毁的 这些房子里面开始经营 陆续开始恢复经营 虽然连门都没有 沙特阿拉伯呢 应该说是跟中国 非常友好的一个国家 然后我登上了 由中国制造的首条 园外的这么一条沙漠铁路 这条铁路呢 就是原住沙特的这条朝径高铁 这条高铁呢 我坐在上面的时候 非常有自豪感 为什么呢 因为呢脚下这条路呢 室外有60度的高温 五六十度的一个高温 但是呢中国人呢 不屈不挠地 在这么高的温度下呢 来建设这么一条高铁 一路向西来到这个 滴中海 滴中海呢 中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呢 也在这里常驻 我呢参加了他们这个 中秋的晚会 但是我却发现了很多 其他国家的维和部队呢 也来参加晚会 他们非常喜欢 中国的这些美食 而且呢 他们一直为中国的 这个军人的作风呢 点赞 最后呢我特别想说呢 很多创作者都在问呢 为什么我们这些创作者呢 创作了这么多年呢 还在继续地创作 我觉得我找到了一句话呢 想分享给大家啊 其实我们都想过 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于是踏上了这条旅途 也许因为路太远 没有归宿 因此我们只能一直前往 这条旅途 也许几乎 这条旅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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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旅途